嗨,大家好 我是 Gasson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如何在曼谷换汇的一些经验 关于出国换汇 可能很多朋友就会问说 我到底要带美金来呢? 还是要带台币来换呢? 那事实上呢 在曼谷 大...几乎是大部分的那个换汇所呢 他们都可以用台币来换钱 那如果刚好你的手上 并没有美金的现钞的话 其实你就直接带台币来换就可以了 而且你也不需要在台湾 就是出发前 你在台湾先把台币换成美金 你这样子反而会多了一些 那个美金换汇的成本 那当然 如果你刚好你手上 或你家里刚好有美金的现钞 那我就会建议你 就是把美金现钞和台币现钞一起带过来 然后你在换汇的时候 你在曼谷换汇的时候 就看美金的汇率好 还是那个台币的换汇的汇率好呢 你就用那个币值先换 这样子 我们现在到那个 Superrich 的官网去查看一下 那个即时的汇率 现在输入一下他的网址 然后查看一下他的汇率 好 那我们一样就是用 1000块台币的那个币值 和那个1000块台币可以换的美金的币值 我刚刚这边查了一下 是1000块台币可以换32.44的那个美元嘛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用美金来换的话 这马上出现就是他可以兑换1056块左右的泰铢 那同样的我们用台币来算一下 我们就是换成1000块的泰铢 然后可以兑换的是1090块的泰铢 比较起来台币就是真的比较划算一点 你看这个地方 就是今天 今天的汇率来看 他是比较平 用台币算是划算的 那我们过去的经验呢 就是用美金或台币换 其实并没有明显的差别 那除非是像是那个 之前那个贸易战的时候 或者是像是汇率波动比较大的时候 用美金或台币换 他会比较有明显的差别 不过一般的时候我觉得 其实差别并不大 那再来这一点非常重要 你换钱的时候呢 一定要记得带护照 如果没有带护照的话 通常是不能换钱的哦 那当然大家在出国前呢 可以把护照拍一张照片 不管是存在手机里面 或者是印出来 那因为有些换汇所 他其实是接受用护照照片来换钱 可是不是每一家都愿意接受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比较妥当的方式呢 就是带着人的护照去换钱 这样子 可能大家会想问说 那在曼谷满街的这个换汇所 到底去哪里换汇率是最好的呢 那理论上呢 Superrich 的汇率应该算是最好的 而且呢 Superrich 它的换汇所非常的多 像是水门市场啦 然后很多的 BTS 站 或者是 NRT 车站呢 它们都有这个 它的那个换汇所 那或者是像一些大型的百货公司 还有一些像 Asiatique 业势 里面都可以找到 不管是橘色或者是绿色的换汇所 其实最方便就是 如果你入境的机场呢 是在舒凡纳布 那在机场的地下二楼呢 就有一间 Superrich 的分店 第一次去可能会觉得不太好找 但你只要看到了商店街 然后去找 7-11 或者是手标茶的专柜 然后从这里再望向对面 你就会看到一间橘色的 Superrich 那在这里的汇率呢 比机场其他的换汇所好很多喔 在 BTS 跟 MRT 的部分 也有很多 Superrich 的分店 像是 ASOO 站的 1 号出口 MRT 书归卫站 BTS 启荣站也是在 1 号出口附近 NALA 站也有一间分店 当然像鲜罗工厂这样子的大站呢 那一定也有的 那它的换汇所就在 3 号出口跟 4 号出口的中间 还有靠近 JJ Market 的 Mochi 站 也有 另外在 Shopping Mall 的部分 其实在曼谷有很多的购物中心 都可以找到 Superrich 接下来我们就整理出 一些大家比较会常去 然后交通也比较方便的 Shopping Mall 像是 Central Embassy 大使馆百货 它的二楼在靠近 Zara 专柜旁边呢 就有一间 Superrich 四面佛对面的 Guy Song 还有 Central Wall 对面的 Big C 它里面就有两间 Superrich NPK Center 里面也有两间 CM Palada 仙罗百利公 在三楼也有一间 蓬蓬站的贵妇百货呢 地下室靠近停车场就有一间 那在沙拉当站的 Cellon Complex 百货 它在三楼有一间 Superrich 那它的位置就在手扶梯旁边 很好找喔 那当然在水门市场这里的 Superrich 就是酒店 绿色跟橘色都有 那大家如果去 Asha Jig 河滨码头夜市逛街的时候呢 也不用担心无法换钱 在第九跟第十号仓库之间呢 就有一间绿色的 Superrich 那详细的那个 Superrich 的换汇所的清单呢 可以参考我们影片下面的那个 说明的资讯栏 还有一点我觉得是很多人 最容易忽略的地方 那就是 Superrich 的营业时间 那大家可能会想说 百货公司的营业时间到十点 车站更晚它到十二点 那总之是想说 九点十点呢再去领钱就可以 可是这样子呢 你可能就领不到钱了 因为 Superrich 一般来讲呢 它的营业时间都在晚上八点就结束了 所以这个营业时间呢 一定要搞清楚 否则就会不空喔 不过要提醒大家就是 那个换汇的面额呢 其实会有一些汇率上的不同 我会建议大家是 最好是用像这样子的 一千块啦 五百一百这种面额去换钱 那尽量不要用两千块的那种台币 纸钞去换钱 因为可能它的流动性比较低 所以它的 相对来讲 它的汇率也会比较差一点 那这一点就可以特别 要特别提醒大家 最后有一件事情 我觉得非常重要 就是说 呃... 你在曼谷旅游了几天 然后你忽然间 就是发现说 你这几天吃吃喝喝 然后买了一堆东西 然后糟糕 现金不够了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然后你知道 有些地方呢 它不能刷卡 那有些地方就是说 你不敢刷卡 你怕刷卡会有一些问题 那这时候 我就要拿出一个东西来 那这个提款卡呢 就变得非常的重要 所以呢 你出国前一定要确认 有没有把这张提款卡 带在身上 有跨国提款功能的ATM 都会很清楚的 标示这些图案 那提款机都是24小时的 如果是大半夜要来提前 会建议到超商里面的提款机 相对是比较安全的 那关于提款卡的部分呢 在出国前我会建议你 一定要先跟你的发卡银行确认 你的这张卡片是不是有开通 跨国提款的功能 这个非常重要哦 那再来就是说 你要确认一下 你这个卡片的 这个跨国提款的密码 因为是这样子 就是在台湾我们金融卡的密码 跟跨国提款的密码是不同的 那个跨国提款的密码是只有四个号码 四个数...不管数字就对了 那所以这部分你一定要先确认 但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 这个词条的部分 在台湾因为我们用的是这个晶片嘛 我们的ATM读取就是用晶片在读取 所以我们几乎不会用到这个词条的部分 可是你在国外的ATM呢 他们一律都是读取词条 那因为我们很少用到 所以如果你词条消磁了 你根本不会知道的 就像我手上这张提款卡 其实它已经被消磁了 但我们都不知道 那我们换了几台机器 是哦 都是插进去就吐出来 连密码都不让我们打 那这下子无法提款 就真的尴尬了 所以呢 你在出国前我会强烈建议 一定要先确认 你的这个词条是不是有功能还可以运作 那没有消磁 那只要确认没有问题的话 那就OK了 另外就是 跨国提款是有手续费的哦 那我会建议就是说 在出国前 可以先跟你的发卡银行确认一下 他们的那个跨国提款的 手续费是怎么收的 那至于在曼谷这边的 那个手续费呢 我们试过几家那个ATM哦 呃 几乎大部分都是收220泰铢 那只有在那个盘股银行 就是Bankout Bank 我们试了之后发现 他只有收150泰铢 然后这个就是盘股银行的 那个ATM机器就是 记得这个是Bankout Bank 然后他们的手续费就比较便宜一点 那以上的资讯 希望对大家有一些帮助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啰 我是Gasson 谢谢收看 那别忘了帮我们按赞 分享并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